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当年谢霆锋和王妃是多火啊 现在也慢慢消停下来了 现在有网友吐槽 这谢霆锋怎么不和王妃在一起跑出来玩雪了 只见谢霆锋晒出了自己在雪地里玩的画面 不过在画面中全程没有看到王妃 当然也没有见到张伯之和儿子 有网友怀疑这谢霆锋大过年的在搞什么 过春节也不配女友 也不和两个儿子在一起培养感情 那真的是谢霆锋的儿子吗 谢霆锋身架上百亿老爹 更是知名人物 然而谢霆锋并没有仗着自己有上百亿的家产 就开始大肆挥霍 而是更加紧张地开始赚钱 据说谢霆锋参加的美食节目 一场费用就高达上千万 这么一算的话 谢霆锋赚钱还挺容易的 现在谢霆锋的儿子都和张伯之生活在一起 而王妃也不和谢霆锋联系了 这算是属于人才俩空了吗 不过虽然说谢霆锋东跑西跑地赚钱 不过会不会因此忽略了对于儿子的培养 当然也有网友怀疑到 难道不是谢霆锋和王妃闹矛盾了 也有网友分析 王妃老了 如果陪儿子的话 担心王妃不开心 但是如果陪王妃的话 又担心儿子和世人的评论 所以估计谢霆锋也不知道该去哪过年了 这可能也是谢霆锋的苦衷吧 或许如果不是当年的那次事件 谢霆锋如今和张伯之在一起 儿子在雪地上欢快地玩耍呢 不过世上并没有后悔药 这可能就是事与愿违吧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评论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订阅